执剑者的试炼,充满了神圣,充满了庄严。 这种人族正统的仪式,不是任何一个宗门可以比拟,抵运的不同, 使之在仪式上的规格也自然不一样。 仪式对于乱世来说,更为重要。 越是处于黑夜,越是身在寒冬,就越要有火焰形成。 此火,是人族的新火传承,是人族的血脉之火,代表了人族的精神。 而仪式的作用,就是传承精神。 越是正式,越是神圣,这传承就越是让人印象深刻,直至烙印在灵魂中,此生不散。 这,就是执剑者的仪式,也是人族的仪式之一。 此刻苍穹至上,执剑者列振两翅之形,肃木而立,翅膀的形状, 对执剑者而言也有特殊含义,那是守护。 以自身之翅,守护人族,更甘愿成为人族之翅,为族群之崛起而飞翔。 久位执剑长老,神色庄重,如在剑正,这同样也是仪式的一部分, 似似在旁,一人为中,彼此高度不同,成了山,成了剑。 代表的是执剑者的锋芒,执剑者的令剑。 它们的背后是漫天的霞光,以及那似乎可以支撑天地的大地神像, 它俯视大地,为人族守传承。 神像之下,是站在万丈高空,手持令剑的许青。 它的衣美被风吹舞,它的长发随风飘摇, 但它的身体站在那里移动不动, 气势在这一刻不需要气息去形成, 仅仅是目光,仅仅是所在的位置,就可自然生腾。 因为,至高的台阶上,只有许青一人。 但同样,这气势的由来,很是厚重。 厚重的是那大地雕像的重叠,厚重的是执剑者的使命。 而原本执剑者的仪式,不应该产生这种汇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气势与厚重。 毕竟,这只是执剑者的入门仪式, 需要在之后其他更高层的场合与晋升,才会如此。 可这一次,出了一个许青。 他在考核的过程中,走到了银黄州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度, 在其他人还需冲刺争夺执剑者名额时, 他已经站在了最高的台阶上。 他需要做的,只是拿起令箭。 手持令箭的一刻,他似乎从参与者变成了见证者。 见证此刻下方的台阶上, 一道道急速冲来的身影。 并见,只剩下两把,只有两个人可以成功。 而许青的性格,牙字必报, 他不想让张四韵成功, 且规则也没说他不能去干扰, 显然只要不是过分, 大概率是可以的。 诸位,小心张四韵, 他有一种移形换位之法, 虚目光所看才可进行。 在鬼动之中,此人便对我斩过此法, 阴毒至极。 许青站在巅峰,平静开口。 话语一出,阶梯上众人神色个洞。 队长那里没有任何迟疑, 全身闪耀蓝光, 身体变得模糊, 使旁人看不清其身影, 自身速度也急速爆发, 刹那跃出千丈, 随后没有任何停顿, 再次冲出。 目标,是许青左侧千丈外的令剑。 张四韵则面无表情, 因鬼动内的损失, 他落后太多, 伤势很重, 所以他的确是打算使用此数, 目标是陈二牛或者青秋。 毕竟许青曾破过棋法, 且开了迎黄州仙河, 大长老都说出大善二字, 如今手持令剑已是执剑者, 他与许青换位, 风险极大。 可许青提醒得太快, 一口道出, 他换位之法还没有完全展开, 但他心中没有波澜, 依旧施法, 目标是青秋。 与此同时, 队长的身影在那极致的速度下, 扛着来自冲刺阶段台阶形成的压力, 飞速到达, 一把拿起令剑, 目中露出振愤, 转头看向许青。 许青也看向队长。 二人相视一笑之后, 许青发现自己之前话语, 天空执剑者没有阻止, 于是再次向着下方开口。 张思韵, 你在鬼动之中贪图五角木屋, 欲将其毁灭, 且对鬼动一切了如指掌, 此事若说你提前不知, 不是有目的而去, 无人会信。 如此处心积虑, 你行为与心思, 均都可疑。 执剑者许青, 恳请我执剑亭诸位长老, 检查张思韵。 张思韵正在七千多阶急迟前行, 同时施法要将目标换在快九千阶的青秋身上, 此刻听到许青的话语, 他心神终于起了波澜, 他可以不在乎如李子良那样的种念之法, 因都是莫须有, 自己只要坚定便可。 但许青的话语不仅道出了他真正的隐秘, 更是直接恳请长老去检查, 这种事已经不是重念了, 他是在将他的君, 无稽之谈。 张思韵知晓此事不可长篇解释, 此刻也不适合去解释, 但又不能一言不发, 于是故作平静开口, 继续施法, 但心神的波澜终究还是对数法产生了一丝影响。 而在疑性换位展开的刹那, 其前方红女目光一闪, 忽然身体急速向后倒退。 此地向前有威压, 速度自然不快, 可顺势向后却极为容易, 如被加持, 而其速度又全面展开, 所以顺势中青秋的身体竟退后到了三千多阶那里。 移性换位, 张思韵成功地从七千多阶换位到了三千多阶, 而青秋则被他移到了七千多阶。 换位之前, 他们相差两千阶, 换位之后差了四千阶。 更是在换位成功的刹那, 青秋身上浮现巨大的恶鬼, 他早就在叙事了, 此刻向后方张思韵敞开大口, 隔空一吞。 张思韵身体一震, 体内反噬, 脚步不由一顿, 心神更是焦怒至极。 青秋的方法很简单, 可越是简单, 就往往越是让人意想不到。 红女青秋借助这个机会, 全身鸿芒闪耀, 不惜代驾展开了秘法, 自身出现多个虫影, 拼着喷出七口鲜血, 换来极致之素。 此消笔掌之下, 最终冲上巅峰, 抓住了第三把令箭。 令箭拿到手中的一刻, 青秋再次喷出大口鲜血, 甚至其内还有内脏碎块, 显然这一次的秘法对她而言, 反噬极大。 此刻整个人都围抿下来, 似乎都要站不稳, 只能将恶鬼镰刀阻地, 勉强站在那里, 无比虚弱, 但她的目中却露出执着。 这目光, 让许青不知为何, 隐隐觉得似乎曾经见过。 就在许青追寻记忆, 寻找这熟悉的来源时, 张思韵那里眼看自己失败, 内心怒火滔天, 死死地盯着许青, 随后在阶梯中抬头, 望着苍穹执剑者, 大声开口。 许青对我污蔑, 干扰我的试炼, 此事。 此事我替我小师弟给你一个交代, 张思韵, 不好意思啊, 原来是个误会, 你是个好人。 队长眨了眨眼, 结果张思韵的话, 表情严肃地开口, 说完还冲着气喘吁吁的青秋传出话语。 青秋道友, 你觉得呢? 青秋厌恶疯狗和鬼手, 但他也知道这件事关乎自己的名次, 于是冷声开口。 我也觉得是个误会, 张思韵, 不好意思, 你是个好人。 明明他们都说了不好意思, 可张思韵的心中, 愤怒没有消散半点, 反倒化作了浓浓的憋屈, 刚要开口。 可苍穹左翅阵列中, 之前曾宣读名单的中年, 此刻迈步走出。 他向着只见大长老一败, 注意到大长老没有对下方之事有什么判定后, 作为长久跟随大长老身边之人, 自然迷雾大长老的想法, 他正是当日在只见大长老道坛前, 去查阅许青身份之人, 此刻也想到了当日大长老看向许青的目光, 于是转身望向阶梯, 口中传出肃穆之声, 回荡天地。 只见者考核, 李毕。 声音一出, 刹那间9999街的七彩阶梯上, 除了许青三人外, 其他人的身影, 瞬间消失, 被一股浩瀚之力挪移, 直接驱出台阶, 出现在了大地上。 张思韵一样如此, 他狠狠地握住了拳头, 目中带着血丝, 心底充满强烈的怨气, 其旁的小宗少年宁言, 也就是曾在太初黎幽柱对许青出手之人, 他此刻面色苍白, 神情满是苦涩, 但目中深处还有一丝渴望, 其他人也大都如此, 都是苦涩中存在了渴望,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机会。 可不管这些人如何不甘, 心中如何情绪波动, 这一刻没有人在意他们, 全部的目光都落在那神圣的阶梯之上, 那里只有许青, 队长以及红女三人。 此番执剑者, 选出三人, 分别是许青, 陈二牛, 青秋, 恭喜你们。 中年说完, 看向许青三人, 目光在许青身上停留最多, 随后抱拳, 向他三人一败。 随后, 四周所有执剑者, 同样这般, 一个个神色严肃, 七七一败。 这是赢道之败, 不分掌幼尊卑, 是每一个执剑者在入门时, 享有的尊重。 许青三人神色各自凝重, 向着苍穹众执剑者回礼一败。 从今日起, 你三人正式成为执剑者。 苍穹上, 宣读这些的中年男子, 平静开口。 根据执剑亭决议, 人族弟子宁言, 刺破格之姿, 为准执剑, 允去上郡执剑宫进行风筝魔力, 成功可获令剑, 成正式执剑者。 根据执剑宫传命, 人族弟子张思韵, 免是成为执剑者, 但迎黄舟并剑只有三把, 你需去封海郡执剑宫, 自行请并剑。 现在, 你二人上前。 话语一出, 命言身影猛地冲出, 向着前方阶梯急速跃起。 一边奔跑, 一边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, 呼吸急促, 身体都在颤抖。 大地众人纷纷心中波澜, 至于其他试炼者, 则是各自无奈叹息。 他们等的, 就是这个破格的机会, 每一次执剑者选拔, 都会有这种破格。 虽最终不是所有的准直剑者, 都能在上郡成功风筝, 但这至少是一个机会。 唯有张四韵, 心底依旧音愿之意弥漫, 此刻迈步一晃, 踏上阶梯, 与宁言先后到了最巅峰的高度, 可在站位上, 却是处于边缘。 许清神色平静地转头, 看了眼宁言。 在他的目光下, 宁言头一缩, 心神一颤, 之前的狂喜在这一刻, 好似被一盆冷水淋在头上, 不敢去看许清的眼睛。 许清收回目光, 又看向张四韵, 看见的是张四韵目中深处的阴冷。 许清面无表情, 目中没有任何波澜, 收回目光, 沉着地望着苍穹, 等待这一次仪式的结束。 现在, 你五人将在全体执见者的见证下, 走向大地神像, 进行执见者问心宣誓, 或大地赐福。 中年的声音慢慢传出, 肃穆之意在这一刻更为浓郁。 似乎这个环节, 对于执见者极为重要。 这是成为执见者最后且必须的环节, 在大地的注视下, 你等需心无旁骛, 一切遵从自身本心, 在心声中回答大地的问询。 你们的答案, 我等不知晓, 唯有你与大地之道, 而大地神像, 也将根据你们的答案, 散出滑光。 滑光的高度代表大地对你答案的认可, 古往今来, 我赢黄舟滑光最少的执见者, 或六十丈光芒扩散, 最多者曾达到过千丈。 随着苍穹上中年修饰的声音传开, 队长那里偷偷冲着许青眨了眨眼, 在这肃穆的场合, 他依旧胆子很大的给许青传音。 小阿清, 这一关我知道, 说是赐福, 但实际上都是猛人的。 我和你说, 这一关有两个目的, 一个是最终检查是否真的是人足, 另一个就是如同宣誓一样, 到时候大地神像在心神内问我们问题, 我们吹嘘就是。 这个成绩, 不影响我们执见者的身份, 也没啥奖励, 最多就是颜面罢了。 不过你要想好怎么吹嘘, 毕竟虽不影响, 可听说是要记录在我们的身份履历里, 以后升迁时有点作用。 所以你要好好想想了, 但我不一样。 我为此准备了很久很久, 来到银黄州后我花了重金, 买了数千年来大地问过的所有问题, 其他州的我都想办法搞到了, 一共1789种常见问题。 那个时候, 你大师凶我, 就已经深谋远虑地开始琢磨说辞了, 我已经背好了所有的答案, 每一个都无比完美。 哼哼, 方才你赢了, 可这一次, 我可以提前宣布, 我一定光芒最高。 队长得意, 向着许青挑了挑眉帽, 以赴自己运筹帽, 我无比睿智的样子。 许青无事, 他不在意滑光的高度, 既然不影响执剑者身份, 且也没有什么奖励, 只是虚名的话, 那么一切按照本心回答就是。 在许青这里心中这么想的同时, 苍穹上的宿木之声, 撤向云霄, 你等, 上前摆帐。 许青抬头, 向前迈步走去, 其他人也都如此, 纷纷上前摆帐, 距离大地神像更近了。